就这小东西,比黄金都要贵重 5万多元起步的人体心脏起泊器 咱们只拆解,不是玩 先说一下为什么有些人需要装起泊器 正常人呢,心跳每分钟60到100下 低于50呢,就属于心率过缓 头晕眼花,四肢无力 通过安装起泊器呢,在心率低于60的时候 释放电脉冲,刺激心脏 就可以将心率保持在60以上 安装呢,需要在左侧锁骨下面切口 皮下植入起泊器 将电脊导线送入锁骨下方的左上肢静脉 送到右心式心尖的位置和右心耳的位置 简单看一下外观 钛合金外壳,上面有型号以及序列号 顶部两组插口连接电脊导线 所以它是个两腔起泊器 有两组导线,负责将脉冲信号传递给心脏 以及将心脏腔内心电图传输给起泊器 负责监测 每个插座里面呢,两个触点 连接两个电脊 从这里可以看到呢,一共四根输出 连接着这个插座 以及这个插座 整机重量23.8克 如果按黄金的价格计算呢 不到一万块钱 结构呢,看完 接下来咱们拆解 这个钛合金的外壳呢,应该是焊接上的 咱们直接切 护目镜 这个导线连接座呢,是粘在上面的 连接座呢,直接掰掉 这里四根导线 终于撬开了 非常的坚硬 磨片呢,都变小了 接下来咱们看内部结构 首先是它的电池 锂点电池 电机输出呢,通过四根金丝连接到主板 电池电压 2.67V 满电呢,估计4V左右 装入体内呢,大概能用六七年 然后主板上方 电极线连接座 四根电极 还有一根D线连接外壳 通过十根金丝连接到主板 主板上面这些黑色的呢,都是电容 这里是一颗芯片 这里还有一颗时钟晶体 可以产生时钟信号 下面四根金丝连接着生压电感线圈 接着往下拆 电池拿下 品牌为漂亮国 下面是序列号 非常精致的电池 断开连接线 上面还有金丝 背面的这个东西呢 不知道做什么的 拆下固定支架 它的主板 背面 好家伙 这么复杂呢 背面两颗芯片 下面这颗呢 可以直接看到晶圆 以及里面的走线 芯片通过周围 金丝呢 连接主板 芯片内部logo为圣油达 医疗 非常重的主板 最后支架里呢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生压电感线圈 结构看完 本期视频呢 成本600元 大家点赞支持一下 打理由